各位Money 你们好 我是母语顾问Michelle 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你刚刚生完BB 在医院里面会遇到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想说的是真的一个问题 因为好像我第一胎 在医院的时候 护士就走到我的床边 就说 其实你去医院中间 你BB也有哭 你想不想补奶粉 你想饿死他吗 然后我就想一想 于是我也是容许他补奶粉 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一回事 但是到我生第二胎的时候 我已经成为了这个母语顾问 所以我就发觉 第二胎的时候 我都很留意医院里面 对新手妈妈或者 一般妈妈去问的问题 有什么改变 我发觉我生第二胎的时候 医院就改了口风 没有建议我去喂奶粉 所以我第二胎和第一胎的做法 完全不同 第二胎有什么做法 就是我开始 我喂完BB之后 立即叫姑娘拿个瓶给我 然后我就做手渣奶 然后把我手渣出来 可以收到小瓶里面的奶 就叫姑娘去喂BB 其实这个做法 很多新手妈妈都不懂 于是就会像我第一胎 就说 好了好了 我真的不想饿死BB 你补奶粉 这样 接着你补奶粉 就闭家伙了 因为你下一次去Nursery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BB根本就好像饱饱 又不想吃 你身体又以为BB 饱了 于是就生产得越来越少了 那这个呢 其实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说你BB 发觉 哎 妈妈的奶少了 于是呢 他又不肯绝 接着呢 护士又跑去补奶粉 然后你的身体呢 又以为你 不需要那么多奶 接着 越产越少 然后BB 就越来越不吃了 所以呢 我也很想告诉大家 其实 你可以 去告诉你的医护人员 就是说 我其实呢 不是那么想补奶粉 有没有其他方法 让他们教你 一个手渣奶的方法 或者教你用其他方法 那都想给大家 给大家一些资讯 其实呢 不是在香港的practice里面 但是在其他地方呢 其实呢 都会有些supplement的alternative supplement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BB 你去Nursery中间 他肚饿的话 护士可以补什么给他 那补呢 其实不一定是补奶粉的 原来可以补你自己的奶 可以补别人的奶 也可以补糖水 当然不可以补水 因为你会搞乱了他的system 你可以补糖水 但是香港呢 普遍来说呢 妈妈都以为只有奶粉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BB 都是补了奶粉的 而补的方法呢 原来也有不同的 例如什么呢 补的方法呢 很多时候呢 护士呢 你看不到他 但是呢 护士呢 都会用了瓶去补奶粉 那用瓶有什么不好呢 因为BB的奶瓶呢 其实奶的流速很快 而且呢 他不太需要用力去绝 他也可以拿到里面的奶 但是如果你亲胃就不同了 BB是需要用力去绝 而你的奶流速呢 不是一个平均的流速来的 你是可能 开头那几分钟有奶震的时候呢 你的流速很快 那接着呢 你的奶流速 奶流速呢 就会慢了下来的 到你再有奶震的时候呢 又会快了 那所以呢 BB可能会不习惯奶流速 在你身上呢 就常常睡觉啦 甚至呢 觉得妈妈的奶流速很慢 那于是呢 就 喜欢睡觉多一点 多过吃 那我等下呢 都会教你一个方法呢 怎样可以令到BB呢 在你真的去补养的时候呢 他完全可以拿到最多的奶 还有呢 不会睡觉的一个方法 是不用弹他的脚趾 不用弹他的臉 也不用弹他的衣服 也不用拔掉他的衣服的一个方法 那好了 那说回呢 保奶粉的方法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呢 是会用瓶 那也都刚才说过了 就是会做到有nipple confusion 那但是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可以用syringe 即是一枝针筒 去擠进口 这样呢 就会避免了nipple confusion 又或者用cup feeding 即是用杯仔胃 杯仔胃的技巧 其实都很重要的 就不是好像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 你要倒进口 用杯仔胃呢 是好像猫仔那样的 等他舔一下 慢慢去摔一下 那个杯边的奶 其实呢 他摔一下摔一下 都会摔到足够的份量 去令到他够饱去下一餐 所以呢 就不需要一定是用瓶胃的 另外有一个呢 非常之好的nursing system 我们叫SNS system 就是叫 supplementary nursing system 胃奶辅助系统 那这个胃母乳辅助系统呢 我之前也有说过的 如果呢 如果呢 大家忘记了怎么用的话呢 就可以去看看这个video了 那这个呢 都劝语大家呢 就是找一个母乳姑娘 如果你在医院的话 或者呢 找一个母乳顾问 上来你家里 尤其是你出院的话呢 去帮助你 去先先学会 怎样用这个胃奶辅助系统的 因为呢 他又对BB呢 是有一些甜头之余 就是说 在管里面呢 可以给到BB 小小的奶之外呢 其实他都可以 刺激到你的预防 令到你呢 不会因为你欠缺了刺激呢 而奶量呢 不停地下降的 那 都是那句了 就是说 如果你想奶量 是建立起来的话呢 你需要一个正确的含绝 还有呢 你需要密密地喂BB的 那出院之后 找个母乳顾问 去帮你看下 你的BB是否绝得正确 如果不是的 要怎样做 去配合你和你的BB 好了 那答应了大家呢 就是教大家呢 你在医院里面去Nursery 喂你的BB的时候 尤其是私家医院 BB不在你旁边的 BB通常都是Nursery的 那怎样可以 确保你坐在Nursery那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是不会浪费时间呢 那呢 不会浪费时间呢 当然你要花点时间去学 所以呢 我呢 今天呢 就带了这个三个月大的BB 这个呢 比较大的 所以他的嘴呢 其实都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是初生BB的话呢 其实他的嘴会比较小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就一定要捉住一个 医院里面的姑娘 叫他去查一下 你的BB是不是含得好 以及含着得够深 如果不是呢 你就会有一些叫做 crack nipple 你的乳头就会破损 以及乳头很可能会痛的 那 那 三个月大的BB 其实呢 就已经很厉害了 可能含着得 但是呢 他需要学习 亲胃呢 才可以懂得去巫乳胃部 所以如果你不给他一个机会 他学习的话 他永远都学不懂的 所以呢 一定要初生的时候 就默默胃了 那好了 那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说 怎样可以确保 你在个Nursery的时候 是不会浪费了时间呢 就是 你当你胃着BB 你会发觉呢 他呢 他呢 开头的五分钟 就很疯狂地吃 接着呢 他就会睡着了觉 那就是因为呢 你没有了奶症之后呢 你的奶流畜会减慢的 那如果你的奶流畜会减慢呢 其实BB呢 都会感应到的 那他就会觉得 很慢啊 妈咪 很闷啊 然后就会去睡觉 因为妈咪呢 那个手臂又很暖 又有妈咪的味道 又刚刚呢 好像吃饱了一点 那样 那所以他就会去睡觉 你为了令到他不要睡觉呢 其实呢 就不用摸他的耳朵 又不用摸他的脚 又不用摸他的脚 就是怎么做呢 就是你呢 首先呢 就是把你的手呢 放在你的胸口 不断地去擠压你的胸 这个叫做Compression Compression呢 就可以令到你呢 因为你的乳腺很表面的 那如果呢 你可以呢 不停地去擠压一下 你那个表面的乳腺 你做一点点 一路咀嚼一路呢 做一点点按摩 其实呢 你的奶流畜就会快 而你的BB呢 就会醒一点 然后你会发觉呢 他开始绝饭 还有吞噬的声音的 所以呢 你这个方法呢 就是确保你BB 在你那半个小时 坐在Nursery的时候 是拿得最多东西 就不会浪费你时间 就会不需要 母乳姑娘去说 你来Nursery中间 BB哭 就是因为呢 你那个小时呢 其实BB在睡觉 根本就没有吃到 那所以呢 你要确保他有吃呢 就不停地做一个 空步的Compression 其实呢 就会把你的奶流畜加快 然后呢 就会整醒他 跟着呢 他呢 就会开始呢 不停地吞噬 而呢 他会饱肚地睡觉 好了 那今天呢 和大家分享 你在医院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各位妈妈呢 想知道多些 关于母乳胃部的资讯 和呢 你身边的妈妈呢 都可能在胃母乳的话呢 就欢迎share给他们 或者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